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个元器件的性质没什么要求 所以这仅仅是反映着电路的一个连接 也就是电路的TOP性质 那么下面我们学习杰尔霍夫的第二个定律 叫杰尔霍夫电压定律 叫KVL 我们简称KVL 杰尔霍夫电压定律简称KVL 电流定律简称KCL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什么是杰尔霍夫电压定律 那么在集中电路中 在集中电路中 在任意时刻 沿任意回路 所有之路电压的代数核呢 横等于零 在所有之路电压呢 横等于零 即Sigma U等于零 也就是沿着任意一个回路 你要指定一个回路 那么在这个回路里面呢 所有电压的代数核呢 是零 这就是杰尔霍夫电压定律 那么要注意 要注意啥呢 我们在上市取核时 需要任意指定一个回路的扰行方向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 你要在这做这个取核的时候 一定要指定一个回路的扰行方向 必须要指定方向 凡自路电压的参考方向 与回路扰行方向一致时 该电压的前面的取正号 这为什么要指定这个电压的 回路的扰行方向呢 因为你如果这个电压的参考方向 该扰行方向一致 那我们就取正号 凡自路电压的参考方向 与回路的扰行方向相反时 我们全面的去取负号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 也就是说 这个接耳化的电压呢 已经跟你说了 严重任意个回路呢 电压的代速核呢 等于零 当然代速核呢 就肯定电压的有征负 你怎么判断这个回路上 电压的征负呢 那就是要先指定一个回路 一个扰行方向 那么与这个扰行方向 电压的方向呢 与扰行方向一致 电压的取正的 扰行方向不一致 取负的 当然这是我们的规定 你自己也可以 与扰行方向一致 你也可以取负的 扰行方向不一致 可以取正的 当然两个方向 也可以这样规定 当然我们这个速上呢 是这样规定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么一个电路 来看到这么一个头 那么这个头呢 我们这儿呢 也给 这就是我们前面给的那个头 那么这个头呢 你看上面呢 有这么几个六个元件 有六个元件 有六个元件 我们现在给这个地方呢 有这么一个回路 有 4 3 2 4123 这四个元件呢 构成了一个回路 那么我们首先呢 先把这个回路的扰行方向呢 先指出来 当然我在这儿呢 指了一个回路 这个回路的扰行方向呢 是损失真正的方向 我们先指出来 这个回路的扰行方向 那么我们对这个回路呢 列 方程 我们对这个回路呢 列方程 那么对这个回路列方程 大家先看一下 按照我们吉尔霍夫 电压定律的说法 电压定律的说法 沿着这个回路 扰行一 扰行 沿着这个回路呢 扰行一圈 那么 它所有的电压的代数核呢 等于0 但是这里面有问题 就是啥呢 就是电压呢 都是取正还是取负 所以呢 我们刚才还要指定 这个扰行方向 我们扰行方向呢 是沈时针 那大家看 那U1 也就是第一个元件上 这个电压呢 与扰行方向是一致的 那我们取正 第二个呢 元件上的电压U2呢 也是与扰行方向的一致 那我们也取正 那第三个元件上 这个电压呢 U3跟我们的扰行方向呢 相反啊 当然我们取负的了 对于第四个元件 它上面的电压呢 也就U4 和我们的扰行方向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取正 好 那么 所以呢 我们最后呢 列出来这个接二货电压 方程呢 是这么一个方程 也就是U1 加U2 减U3 加U4呢 等于0 加U4呢 等于0 好 这是 或者 U3 等于U1 加U2 加U4呢 好 那么 这个呢 或者看到这个狮子 它有什么意义 当然上面这个意义呢 根据接二货电压定律呢 得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 它扰行一圈的话 电压的代速和它等于0 那么这个狮子呢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狮子呢 也可以这样解释 啥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 严重某一个回路呢 扰行一圈 所有电压的降 自和 所有的 也就是电压降 等于电压升 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你看 从这个呢 出发 扰行一圈 出发 这个U4呢 电压降 由于这也是电压降 这也是电压降 对U3呢 是电压升 所以呢 可以说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说 在这个回路呢 扰行一圈 那么这个电压升呢 等于电压降 或者电压降呢 等于电压升 这么一个 可以这样解释 好 那么我们从这个狮子里面呢 还有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结论是啥呢 无论呢 是沿 之路3 或者沿 之路214 214 沿着这么一个之路 构成的路径 三四节点间的电压呢 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 你从这个3呢 直接到4 或者呢 经过214呢 到4 三点呢 通过这三个元件呢 到4 这两点之间的电压呢 是相等的 那当然 那么我们看来 也就是 走这两路呢 应该是平行的 应该是一个并行的 一个关系 所以呢 应该说它两者之间的电压呢 应该是相等的 那么也就是 可以说这两三和四两点之间的电压呢 就是这几个字路上的电压呢 是和 总电压等于一个分电压之和嘛 应该说是对准的 所以呢 这个是 看来也就是说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实际上是电压与路径无关 与路径没关系 这个性质的反应 电压跟路径没关系 电压跟路径没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点之间的电压呢 你从3呢 到4 给经过这个元件呢 到4一样的 或者呢 你从另一个路径呢 也一样的 从这个654到这个4点呢 一样的 那么这个路径呢 也就是说你走的路径呢 不一样 但是这两点之间 电压的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物理上的位移一样 那么位移呢 跟你的路径没关系 好 那么所以呢 这个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呢 实际上就是电压 与路径无关的 这一个性质的反应 好 那么下面呢 我看一个立切 立切 好 那么这是一个方 一个方向头 那么里面呢 有几个元件呢 一共有六个元件 里面呢 有六个元件 那么每一个元件上的电压呢 我们已经标出来了 那个上面的电压呢 即兴我已经标出来了 那么他让你干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的要求 立一 那么在图示电路中 那么在这个电路中 看着这个电路 很简单 也是两个 也是很简单的两个撒呢 王国 以至U1等于U3等于E弗 U1 U3等于E弗 U2等于4弗 U4等于U5等于2弗 U4U5等于2弗 让你求一下 这个UX 也就是说 这个元件上的电压呢 是多少 当然这个呢 我们是要用 我们用截尔 我们用截尔 获布电压定律 把它做一下 我们用截尔 获布电压定律 把它做一下 那么我们看怎么做 第一个 我们取回路 一与二的 扰星方向 如图所思 我们取了 这么两个方向 而且扰星方向呢 我们也标出来了 都是审视针 当然你也可以 逆时针 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取了两个呢 审视针 或者 或者呢 取逆时针 两个取逆时针也可以 或者一个审视针 一个逆时针 都可以啊 这个字 你下去可以自己呢 练习一下 我们取两个 回路一和二呢 的扰星方向呢 如图所思 那么我们列一下 对回路一和回路二呢 分别列 杰尔霍夫电压 根据列次呢 杰尔霍夫电压定律的方程 KVL方程 好 那么方程呢 我们先 对第一个回路来说 咱们看 对第一个回路来说 扰星方向 审视针 那U1呢 给 扰星方向的一样 那应该取正 U2呢 也一样 U3呢 也一样 U6呢 也一样 扰星这个U3呢 不一样 方向反了 所以呢 我们应该写出的 U1 U1 U2 U6 U3 那么应该是 U1 U2 加上一个U6 减上一个U3呢 等于0 应该是 U1加U2 加6 加U6 减U3呢 等于0 那么这个是 它的扰星方向 写出的这个方程呢 是这样 那么对于回路2 对于回路2来说 那么这个 U6 加回路2的扰星方向 不一样 去负的 负6 4U4呢 一样 取正的 U5一样 也取正的 只有这个UX 不一样 去负的 好 这两个方程呢 我们把它列出来了 列出来了 那么这个U6呢 没告诉 但是我们把这两个呢 你看在这两个方程里面 U6 一个正一负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两个方程呢 1加 这个U6呢 就消去了 消去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这个UX等于多少呢 等于6V UX等于6V 这个是最后呢 算出了UX等于6V 好 这个是啥呢 这个是第一个力气 让我们这个头上呢 可能是这个U1的 极性呢 这个写物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G2霍夫电流定律 和电压定律呢 小结一下 第一个 那么G2霍夫电流定律 也就是KCL呢 是对资路电流的 这个线性约束 也就是G2霍夫电流定律呢 是对这个资路电流的 一个约束 而电压定律呢 是对回路电压的 一个约束 也就是电流定律呢 就是对节点来说 就是流 流进那个流出节点 电流代数 和等应 所以电压呢 是对回路来说的 一个回路的电压代数 和等应 那么这两个定律 也就是说 KCL和KVL呢 与走程资路的 原件的性质 其参数呢 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 我们给大家这个 做力气的时候 给它画的这个方框呢 都是给你的 没画是聚起的原件 那么也就是 给你原件的性质呢 没关系 没画是继续的原件 也不需要知道 你原件的参数 好 那么 Jerhoff电流定律呢 也就是KCL表明 在每一个节点上的 电荷呢 是守恒的 电荷应该是守恒 连续的 那么电荷是连续的 KVL呢 是能量守恒的 具体器件 能量取形 所以呢 也就是电压呢 与这个 啥呢 路径呢 没关系 第四 这两个方程 定律呢 都适合于 适用于集中参数的电路 当然对分布参数电路呢 我们说 不适用了 分布参数呢 电路不适用 所以呢 这个 这两个定律呢 只适用于集中参数的电路 好 我们下面呢 我们做几个例子 那么先看一下 这个例子 这个例二 这个电路呢 就是我们前面 举的那个例子 也就是我们 说这个Jerhoff电流定律 之前呢 我们一个例子 一个电路 好 那么由这么 一个是电压源 一个是电阻 那么这个字路呢 也是一个电阻 这个字路 是一个电压源 举个电阻串联的一个电路 好 那么这么一个图呢 他要求你干啥呢 他说在投资电路中 已知 R21呢 等于 1五亩 R22呢 等于 2五亩 R23呢 等于 3五亩 US1呢 等于3伏 US1等于3伏 US2呢 等于1伏 试求电阻R21 两端的电压 右一 让你求一下 这个电阻一 电阻这个R21 两端的电压的右一 这个电阻一 两端的电压的右一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电路呢 告诉你了 而电路的这个参数也告诉你了 那你求一下这两端的电压 好 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个呢 请怎么做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把它共同做一下 我们用G2化合定律啊 我们既可以用电压定律 也可以用电流定律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 咋呢 我们用这个电压定律 那么首先呢 标出各自路的电流和电压的参考方向 也就是说 我们先标出了这个自路的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回路一和回路二的扰性方向呢 我们都标出来了 各自路的扰性方向标出来了 那么我们对回路一 对这个回路一呢 列这个电压方程 列电压方程 那显然有啥呢 看一下 那么这个U3 也就U3呢 等于I3乘R3 这个U3呢 跟我们的扰性方向一致 那取证 U1呢 有扰性方向也一致 那也取证 最后这个US1呢 电源的 电源的这个扰性方向呢 这个电压的方向 和我们的扰性方向呢 反了 我们取复 取复 所以呢 有应该有啥呢 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关系 U1 那么U1 U1加上一个US2 加上一个U2 对回路一啊 我们刚才说错了 我们这儿呢 说回路二 对回路一 这次回路一 都回路一啊 对回路一是这个 右边这个回路 那么对这个回路来说呢 U2呢 是跟我们的扰性方向一样 这个US2呢 也是扰性方向一样 但是这个U1呢 跟我们的扰性方向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列出了这个方向的一个U1 负的U1 加上一个US2 加上一个U2呢 等于0 U2呢 等于0 所以呢 我们由此可以得到这个U2 U2等于啥呢 U2就等于 U1 减上一个U2 等于U1呢 减上一个1V 这个没问题 通过这个式子呢 我们马上能得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电路上的电压 我们对回路二 我们应用这个交互定律呢 列出了这么一个方程 是啥呢 你看一下 我们刚才也把它分析了 这个U3 U1呢 扰性方向都一样 US1呢 跟它的扰性方向一样 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应该列出来 显然应该是U3加U1 减US1呢 等于0 这个没问题 好 我们从这个式子里面 马上能求出来啥呢 这个U3 U3 U3呢 等于US1减U1 那么就等于3V 减上一个U1 等于3减上一个U1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对节点1呢 列节二化复定律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U3 那我们就知道U I3 那么知道U2 就知道R 那么我们 这个I1呢 就等于R21分子U1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节点来说呢 流次的呢 等于流进呢 这个电流 或者流次的这个电流 的代速和等于0 所以呢 我们直接列一下 应该是I1 加上一个R2 流次的等于流进呢 流次的电流呢 给代速和等于0 减上一个I3的等于0 这个叫我们电流定 那我们刚才说 I1呢 就等于U1 处上一个R1 R2呢 等于U2呢 处R2 I3呢 等于U3 处R2 所以再进去 也就是U1 处R1 I1 U2处R2 R2 U3呢 处R3 等于I3 等于0 那么这一下呢 刚才把我们不是刚才求出来 U2 R2呢 求出来呢 我们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也就是把这个U2 R3呢 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那么就得出来 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 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狮子 就是U1 加上一个2分子U1 减1 加上一个3分子3 减上一个U1 等于0 得出了这么一个狮子 把这个狮子解一下 那么显然就求出来 U1等于多少呢 对0.812伏 这样呢 做一下 那么这个电压呢 我就求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呢 我们用了两个定律 用了两个定律 也就是把接下来 电流定律呢 和电压定律都用了一下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带了一个收空源 也就是说 这个呢 就是把刚才那个字路呢 刚才跟很相似的一个电路 把这一块呢 这个右边这个电路呢 我换成一个 一个什么呢 换成一个电流孔制电流源 好 我们这个电路呢 看一下 那么这个电路呢 左边这个字路呢 仍然是一个电源源和电阻 串联的一个电路 那么中间这一条字路呢 仍然是一个电阻 不过就是左右边这个电路呢 现在是换成一个 电流孔 这个电流源 该一个电阻 R23呢 串联的一个电路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电路呢 换成这么一个电路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秦穆斯想到 我们干什么 在头四电路中 我们看一下 在头四电路中 已知 R21呢 等于 0.5千五米 也就是R21呢 等于0.5千五米 R22呢 等于1欧米 R23呢 等于2千欧米 US呢 等于10伏 US等于10伏 电流孔制电流源 电流孔制电流源的电流 也就电流源 电流孔制电流源的电流呢 等于IC呢 等于50倍的IE 也就IC呢 等于50倍的IE 让你求一下 R23两端的电压 U3 也就是说 这个秦穆呢 要求是这样 也就是说 让我们求一下 R23两端的这个电压呢 U3 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个秦穆的意义 这个秦穆的思路呢 很清楚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求 这个R23两端的电压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电流源 收空电流源的电流呢 求出来 那这个电压呢 就知道了 那么要求这个收空源的电流 收空源的电流的话 那么我们只要求此 这个孔制自路的电流IE呢 就可以了 就能知道这个电流 那么这个电流怎么求啊 那么就要裂放成了 那么就要用到这个杰尔博夫定律 好 那咱们下面呢 把它共同拽一下 那么 看一下我们怎么做啊 这是我们刚才的分析 那么第一个 对节点一呢 列 杰尔博夫电流 电流呢 方程 第一个呢 列电流方程 对节点一 那么对节点一列这个电流方程 我们还是刚才那个说法 流迹呢 等于流次的 流次的电流的代数和等于0 所以呢应该是R2减上一个IC减上一个I1呢 应该等于0 所以呢应该是R2呢 应该等于I1加上一个IC等于51B的I1 流进的等于流次的 没错 我一再说 我一再说流进呢 等于流次的 或者流次的电流代数和等于一样的 一样的啊 也就说流次的电流呢 等于流入的电流 所以R2呢 应该等于I1加上一个IC 因为IC呢 等于50倍的I1 所以呢应该等于51倍的I1 I1呢 我们求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对于这个左边这个回路呢 去这个回路的扰性方向 去这个回路的扰性方向 那么扰性方向呢 也是一个损失针方向 那么随时这个方向呢 我们把它列一下 那么我们看一下 R1上的电压呢 等于I1乘上R1 跟这个扰性方向一样 R2上的电压呢 U2 那也就是R2呢 乘R2呢 也是跟它的扰性方向一样 也取证 只有这个US呢 它的方向呢 跟扰性方向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这样的话 马上就能写出了 这个回路的 电压放成 应该是怎么写呢 应该是 这个上面的电压 加这个上面的电压 就减这个电压的等于0 或者这个电压 加这个电压 等于这个电压 所以呢 我们写一下应该是啥呢 应该是负的US 加上一个R1乘 R1呢 乘上一个I1 这个写误了 等于R1乘I1 再加上R2呢 乘R2 等于0 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得出了这个呢 我们写出了这个方程呢 是这么一个方程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些数据呢 带进去 把USR1R2的数字呢 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写出了I1呢 得出了这个I1呢 等于这么一个 等于这么一个值 因为R2呢 等于50倍的I1 51倍的I1 所以呢 我们写出了这个I1呢 等于这么一个值 I1知道的话 那么IC呢 就知道了 IC呢 不是等于50倍的I1吗 那么I3呢 就等于SR3呢 乘上一个方 好 那么也就是 我们这个呢 我们就把这个U3呢 就求出来了 好 这个题目呢 思路非常简单 思路非常清楚 题目呢 很简单 好 那么 我们这儿 吉尔霍夫 这个咋哪 吉尔霍夫 这个电压定律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吉尔霍夫电压 吉尔霍夫定律呢 有两个定律 一个是电压定律 和一个电流定律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律 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 解析的时候 就像欧姆定律一样 无形状 我们就用到了 非常重要 最基本最基本的定律之一 好 那么我们这个 吉尔霍夫定律呢 讲完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一章的内容呢 就完了 那么我们这一章的内容呢 在结束之前呢 我们把这一章的内容呢 小结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一章呢 只要讲了些什么东西 哪些东西呢 比较重要 那么我们要重点的 要掌握的 那么其他的概念呢 我们要清楚 但是这些重点的 这些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掌握 我们后期课程呢 后面呢 肯定要用 那么我们把这一章呢 小结一下 第一个 比较重要的就是 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这个是我们这一章呢 当时说的比较多的 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那么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呢 我们在 在那一节呢 已经说过了 也就是说 你任意假定一个方向呢 作为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 就不要管它 也就是你随便话 但是有些同学呢 也就做起目的时候 可以要知道 非要知道 它的实际方向 其实也没必要 我们任意假定一个参考方向 那么我们说了 当参考方向 与实际方向一致时 它的自然是正的 相反时 这是负的 这个所以呢 我们不要去 可以去 非要知道那一个方向 第二个 电路总的功率 与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判断 可以判断电路总 哪一个呢 原件呢 原件呢 是电源 哪一个呢 是负载 那么尽管是电源 但未必 它一定就发出能量 也就尽管它是电源 一定未必就 有些电源呢 也做负载 所以我们刚才呢 也做了 我们已经呢 做了很多这个 好几个例子 例起 我们一看电源呢 未必 都是发出功率的 也有些电源呢 作为负载用 所以呢 我们怎么样判断呢 也就是我们取 第一个呢 我们取UI的 关联参考方向 关联参考方向 如果原件上的功率呢 如果大于零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原件呢 一定吸收功率 小于零 就是发出功率 但是我们有一点 可以肯定的 电子元件呢 一定是吸收功率的 但是电源元件呢 未必一定是 放出功率的 这一点呢 大家注意 那么如果我们 电源给电源参考方向 足够相关联的话 也得取关联参考方向的话 那么P如果大于零 P如果大于零 一定是吸收功率 如果小于零呢 就实际是发出功率了 这一点呢 我们上一节呢 我们以前呢 讲了很多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电子元件 那么电子元件 电源跟电流之间的关系呢 符合欧姆定律 对任何时候都符合欧姆定律 所以呢 这个关系呢 我们呢 非常清楚 那么电阻上吸收的功率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UI 就乘上i平方2 等于二分的u平方 这就公司呢 我们的中学物理呢 已经都 建的很多了 电容元件 电容元件上 我们只要呢 掌握了几个问题 是啥呢 第一个 就是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我们要熟记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是一个动态关系 这我们后面呢 也一定要经常用这个关系 也就是电压呢 电流和电压之间呢 是个微分的关系 IC呢 等于C乘上一个电压 对实践的微分 也导数 电压呢 对实践的导数 那么翻过来 也就是说 电压呢 是电流对实践的积分 这一点呢 你要注意 它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电流呢 是电压对实践的导数 电压呢 是电流对实践的积分 这个呢 它尺存的能量 电容元件呢 它尺存能量 当然电容元件呢 它是尺存电能的 尺存的能量是多少呢 是二分之一 CU的平方 二分之一 CU的平方 好 那么这个是电容元件 我们应该重点 掌握的两个 两点 一个是电压跟电流上的关系 它动态关系 当然一个和一个 一个积分的关系 当然翻过来 就是微分的关系 这个电压上 尺存的这个能量 第五个 就是咱们 这个电感元件 第五个呢 就是电感元件 那么电感元件上的 电压跟电流 之间的关系呢 又变了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UI呢 U等于L 乘上DI呢 也就是L呢 再乘上一个电流呢 对实践的导数 也就是说这个呢 它们之间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希望大家熟记 那么电感上的磁能 电感上的磁能 等于二分之一 Li的平方 所以这个大家呢 也要熟记 好 这次两个公式 那么 好 那么这个电感呢 和电容这两个动态元件上 除了这个电压和电容 这个动态关系 我们熟记偶然呢 当然它还有一些 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 这个电容呢 它有个隔断直流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电压呢 如果不变化的话 也就是直流量的话 那电流等于L 隔断 隔断的直流 但是电感就不一样 电感呢 你这个电压呢 那么这个电流呢 不变化 那么电感呢 短路 相当于短路 电感两段 电压等于L 电感短路 好 那么这个呢 大家再下去了 再看看说 那么最后一个呢 比较重要的定律呢 我刚才说 非常重要的定律 就是吉尔霍夫 定律 吉尔霍夫定律里面呢 这两个定律 第一个 就是吉尔霍夫电流定律 我们说吉尔霍夫电流定律呢 对任一个节点来说 它这个电流的代速和等于L 对任一个节点来说 在任一时刻 当然电流代速和等于L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 我们集中参数 当然我们这个 我们一般呢 昨天也说过 一般说的这个电流呢 都是集中参数电路 我们在低频的情况下 都是集中参数 所以呢 对任一个节点来说呢 它流 自这个节点的电流的代速和等于L 当然这个结论呢 对一个闭合面来说呢 也是成立的 对一个闭合面来说 也是成立的 所以这个吉尔霍夫电流 定律 第二个呢 吉尔霍夫呢 电压定律 吉尔霍夫电压定律 吉尔霍夫电压定律呢 是针对一个回路来说的 那么也就是严重 某一个回路的电压的代速和等为零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了 你要指定这个回路的电压的代速和为零的话 那你首先呢 要指定这个回路的扰性方向 一定要指定这个回路的扰性方向 那么这个凡思和这个回路扰性方向一致的 那么电压的取证 扰性回路不一样的话 取负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拥有这个关系 当然我们另一种说法 对这两个定理的另一种说法呢 是这样子 那么对某一个节点来说呢 流进的电流呢 一定等于流次的 当然在某一个司科来说 流进的一定等于流次的 对于这个回路来说呢 电压降一定等于电压胜 电压降一定等于电压胜 这两组说法 好 那么我们这一章的最后的作业 这个呢 那么第一章第一期 二 四 五 六 八 九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行 我们下去呢 把这些作业呢 再做一下 好 我们 我们第一章呢 这是我们电路里面的 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么是 我们 我们下去呢 一定要把这些概念呢 有理解 好 我们这一章呢 我们这一章呢 就讲到这 点心 总之 我们下视频 我们下视频 再做一节目 先判断 你们下视频 就讲到这些作业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下视频 你们下视频 好 我们紧接着呢 第二章 第二章 电阻电路的等效变化 那么这个呢 就牵涉到电路的 我们进入了电路的分行 那么第二章的第一节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引言里面的第一个概念 十不变的现行电路 我们在第一章呢 我们也说过 什么元件呢 是十变元件 什么呢 是十不变元件 那么所谓的十不变元件呢 就是元件的参数呢 不随时间变化 这就是十不变 如果你这个元件的参数 随着时间变化 叫做十变元件 严格的说 我们所有的元件呢 都是随着 参数呢 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也可以说叫做十变元件 但是 因为呢 它随着时间的变化 还有一个过程 随着时间变化呢 元件参数变化呢 比较慢 所以呢 我们在相对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呢 可以认为 元件的参数呢 不随时间变化 那么什么是十不变的现行电路呢 那么 十不变的现行电路是这样子 它是由十不变的现行无元元件 大家注意一下 现行无元元件 我们在第一章呢 讲过了 什么是现行的元件 那么我们现行的元件呢 指的是 现行的电阻 现行电感 现行电容和 现行的输控源 这是现行元件 那么现行的无元元件 那就指的是 电阻电感和电容 我们也在第一章呢 也讲 也给大家说过 它是无元元件 所以呢 我们由线性的 十不变的 它的参数呢 不随时间变化 而且是一个线性的元件 当然还有个 线性的输控源 我们在第一章的输控源的时候 也说过了 线性的输控源 和独立电源的组成的电路 那么这个电路呢 我们叫做 十不变的线性电路 当然我们可以简单的一句话 就说啥呢 这个线性的十不变电路呢 由线性元件 线性元件 和电源 十不变的线性元件 和独立电源组成的 这么一个电路 就十不变的电路 我们本书的主要内容呢 是线性电路的分析 所以呢 我们电路呢 应该说 我们这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呢 线性电路分析 那应该简单的多了 当然我们只要是学方法 我们只要是学这个分析电路的一种方法 那么第二个概念呢 是线性电阻电路 线性电路 电阻电路 线性电阻性电路 简称电阻电路 什么样的电路呢 是线性电阻电路 这个定义呢 是这样 构成电路的无原原件呢 均为线性电阻电路 线性电阻 也就是说这个电阻电路里面 无原原件呢 都是线性电阻 都是线性电阻 那么我们里面呢 不包含电阻电路 所以呢 无原原件呢 都是线性电阻 这种电阻电路呢 我们叫做电阻电路 所以我们以后 说电阻电路呢 就是线性电阻 构成的一个电路 纯粹的里面呢 纯粹线性电阻 当然可能还包括线性电 受控源 第三个呢 概念呢 叫直流电路 直流电路 那么如果电源是 直流电源的话 那这种电路呢 就是直流电路 也就是说 电路中的 都的电源呢 都是直流电源 那么这种电路呢 我们就叫做直流电路 这个概念呢 非常简单 好 那么给了大家几个概念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 第二节就电路的 等效变换 咱们先看一个概念 就两端网络 就两端电路 我们昨天说了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呢 把这个电路呢 和网络呢 不加区别的 加一个引用 这次我们在上一章里面说过 那么先看一下 两端网络 什么样的电路呢 就两端网络 或者两端电路 对任何一个复杂的电路 任何一个复杂的电路 不管你多么复杂 向外呢 都会引出了两个端子 且从一个端子流入的电流呢 等于从另一个端子流出的电流 那么我们称 则称这一电路呢 为两端网络 或者一端口网络 我们这个是叫法 也就是说 当然这个电路呢 我们不管你多么复杂 肯定 都会引出了这个端子的 当然引出了是不是两个端子 那么也许可能三个端子 比如说我们三机管 就是三个端子 那么我们这个呢 是只引出了两个端子 不管你内部呢 多么复杂 也就是多么复杂的一个内部 一个电路 比如说一个集成块 内部呢 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电路 但是呢 它引出了几个端子 也说两个端子 那么引出了两个端子 那么你看这个两端网络 引出了两个端子 而且这两个端子之间 这个电流呢 有关系 流进呢 一定等于流出的 也就是从这个端子流进 一定从另一个端子流出 那么这个电路呢 我们才叫做 两端网络 也就两个端子 也就是两端网络 或者的一端口 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呢 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口 一个端口 一个端口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电路呢 叫做一端口 其实这个概念呢 非常简单 我们就一句话 就说一个电路呢 向外面呢 引出了两个端子 这个端子上呢 仅仅引出了两个端子 一个端子上的电流 肯定等于另一个端子上的电流 因为流进的等于流出的嘛 我们在吉尔霍夫电流定律里面 已经说过了 你画一个闭合面 流进的一定等于流出的 所以呢 只要这个电路呢 只有两个端子 流进的电流呢 一定等于流出的 一定是两端电路 或者就一端口电路 好 下面呢 看两端电路等效的一个概念 两端电路等效的一个概念 那么两个 两个呢 两端电路 如果端口具有相同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 则这两个电路呢 是等效的 也就是我们给一个电路呢 如果这两个电路呢 这两个端口的电压和电流呢 是相等的 如果端口的电压和电流呢 是相等的 这两个电路呢 就是等效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端口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B和C这两个电路呢 B和C它两个电压呢 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我给它加一个 比如说相同的电压 十复的电压 流进的电流呢 比如说C 这个呢 我给它加一个电压 十复的电压 流进的电流 也是一样赔的话 那么这两个电路呢 显然是等效的 也就是说我们给它加一个 相同的电压 有相同的电流 加一个什么样的电压 给这个电路加一个什么样的电压 流进去有什么电流 给另一个电路呢 一样加一个什么电压 流进去有什么样的电路 那么这两个电路呢 一定是等效的 这就是两个两端网络的 两端电路等效的一个概念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